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杰弗里的童年是在父母无尽的争吵和忽视当中度过的 他出生之后 母亲乔一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 常常是整天躺在床上 喝酒 吃药 情绪十分糟糕 所以杰弗里从母亲那里得不到太多的关注和母爱 而父亲莱奥内是一名化学家 他很热爱自己的事业 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实验室和课堂上面 很少在家 也不关心儿子的生活 而且夫妻俩只要是一见面就常常争吵不休 这个时候小杰弗里就会躲在房间里面 想要远离躲避爸妈的争吵 1966年 杰弗里的弟弟大卫达木出生了 他们全家人也搬到了俄亥俄州的多伊尔斯敦市 生活环境的改变 让小杰弗里感受到了陌生和不安 再加上有一个情绪问题非常严重的母亲 一个只顾学术研究的父亲 弟弟的到来 进一步地瓜分走了 他本来就不多的爱和关注 童年时期 老师对他的印象呢 往往都是一个内向和沉默寡言的孩子 值得一提的是 在杰弗里童年的时候 曾经有过两个不同寻常的信号 第一个信号是 他从四岁起 就开始对死去的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杰弗里曾经看到过父亲为了做实验 把动物的骨骼放进了容器当中 他非常好奇爸爸究竟在做什么 于是 他也学着父亲的样子 开始收集死去动物的尸体 然后解剖 查看内部的结构 不过 那个时候 他还没有开始 故意杀死动物 成年后的杰弗里在回忆的时候说 这种童年行为 源自于他潜意识里面的 暴力倾向 并且 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强迫心理 杰弗里的爸爸莱奥内并没有意识到 四岁的儿子潜意识里已经有暴力倾向了 他觉得 这是儿子对生物和化学的天赋 毕竟解剖生物在以后的生物课程当中都是要学的嘛 他就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教导四岁的儿子 如何正确地使用漂白剂来保存动物的骨骼 他没有猜到的是 儿子在之后并没有如他所愿 成为一名化学家或者是生物学家 而是在成年之后 将他教的知识 用在了处理遇害者的身体上 第二个信号是 七岁那一年 杰弗里抓了一桶小蝌蚪作为礼物 送给了他最喜欢的老师 结果他发现 老师把蝌蚪送给了他的朋友 于是 他就偷偷地把汽油倒在了桶里面 初中时期的杰弗里 在同学眼里是一个怪胎般的存在 他孤僻内向 完全没有朋友 14岁起 他开始酗酒 经常在喝醉之后 搞一些恶作剧 或者是大喊大叫 疯疯癫癫的 那他唯一感兴趣 并且成绩优秀的学科是生物 因为在生物课上 他可以解剖动物 杰弗里的这一系列不寻常的行为 并没有人在意 也没有人意识到 他酗酒的行为 也许是他用酒精 来抑制自己杀戮的冲动 也是在这段青春期里面 他开始意识到 原来自己是一个男童性恋者 因为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 让他感到非常羞耻 和困惑 但是他也没有想过 要向老师 或者是家人倾诉 18岁时 杰弗里从高中毕业了 他父母也在十几年 无休止的争吵之后 结束了这段婚姻 之后 父母和弟弟都搬出了 他们生活多年的家 而杰弗里呢 一个人住在了家里 由此 他开始了独居生活 也更加肆无忌惮地 放任自己变态的欲望 1978年6月18号 杰弗里在外出买酒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 想要搭便车的年轻男孩 这个男孩就是他的第一个受害者 年仅18岁的史蒂文·希克斯 对于为什么会选中史蒂文 作为自己首次作案的对象 杰弗里在多年后的采访当中承认 这完全是一次随机事件 当天晚上 他俩来到了杰弗里的家中 一起听音乐 喝酒 玩得非常愉快 晚上 史蒂文说 自己想要回家了 然后就想离开 杰弗里呢 抓住了他 不想让他走 邀请他在自己家里面住下来 但是被拒绝了 于是 杰弗里趁着史蒂文不注意 拿起了哑铃 对正了他的头部 杰弗里的家 住在郊区 旁边是一片寂静的小树林 而家里面 只有他一个人 这个时候的杰弗里 突然意识到 没有人可以管得到自己了 他不用再压抑 长久以来的欲望 自己想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于是 他躺在已经停止了 呼吸的史蒂文旁边 好几个小时 然后 他把史蒂文的身体 搬进了浴室 像以前对的动物那样 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这个过程当中 杰弗里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享受和满足 然后 他用父亲过去做实验 而留在家中的强酸 把一些组织给溶解掉了 把剩余的一些东西 他埋进了家后面的小树林里面 几周之后 杰弗里的爸爸莱昂内 带着未婚妻来到了家中看望儿子 他发现儿子酗酒十分严重 整日无所事事 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 他就建议儿子去上大学 并且表示 愿意支付全部的学费 然而杰弗里只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 读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 爸爸对儿子的行为感到十分失望 又建议他去参军 1979年 杰弗里参军入伍 并且在军队当中 接受了专业的战地医疗集训 这恰好为他日后作案处理身体 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刚刚入伍的一段时间 他的表现还是十分不错的 但是 没有过多久 他又开始酗酒闹事了 有两名曾经的战友 在多年后控诉杰弗里 在军队当中 对他们实施过性侵 1981年3月 由于多次酗酒 无视军规 杰弗里被迫退伍 退伍之后 他休于将此事告知父母 于是一个人 来到了佛罗里达的迈阿密海滩 在那里 杰弗里在一家熟食店里面 找到了一份工作 并且租住在一家汽车旅馆当中 他依旧是整日酗酒 把所有的工资都拿来买了酒 于是 他很快就付不起旅馆的租金了 被赶了出去 无处可去的杰弗里 回到了俄亥俄州 住进了父亲与继母的家中 而仅仅两周之后 他又因为酗酒后妨碍治安 而被逮捕了 1981年12月 任无可忍的父亲 把杰弗里送去了 位于威斯康星州 密尔沃基市的奶奶家生活 第二年年初 杰弗里在威斯康星州血液中心 找到了一份抽血医生的工作 但是他仅仅做了10个月 就又因为工作表现不理想 被解雇了 杰弗里又一次沉浸在 失业和失败的打击当中 他来到了威斯康星州的公园内 对着女人和孩子 故意裸露自己的身体 于是他又被逮捕了 出狱之后的几年 杰弗里一直和奶奶居住在一起 并且在一家巧克力工厂 找到了一份工作 他开始出入各种 同性恋酒吧和澡堂 在此期间 杰弗里多次被指控 向多名男性酒杯当中 投放安眠药 迷晕他们 再把他们带到私密的场所施暴 对于这种行为 杰弗里解释说 这是因为那些人 往往在过程当中 话太多了 动作太多了 这让他很不爽 给他们投安眠药 是希望自己能够完全地控制他们 1987年9月15号 第一次行凶九年后 杰弗里实行了第二次谋杀 对于为何九年之间 没有任何的行动 以及再次犯案的动机 杰弗里解释说 这是因为 这九年当中 没有合适的作案机会 这一天 他在一家同性的酒吧当中 遇到了一个25岁的男性 史蒂夫图米 他俩一见钟情 去了酒店开房 根据杰弗里被捕后的叙述 当天晚上 他只是想趁史蒂夫不注意 把安眠药放进他酒杯里面 迷晕他 以享受对他的完全控制感 但是 第二天早上 他醒来的时候却发现 史蒂夫已经在他身边 没有了呼吸 他全身上下 都是瘀青和伤痕 嘴角里面还流有血迹 在被逮捕后的审讯当中 他坚称 对于殴打史蒂夫致死的过程 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记忆了 发现史蒂夫已经没有了呼吸 杰弗里感到慌张 他决定要处理掉史蒂夫 于是 他外出买了一个巨大的行李箱 把史蒂夫的身体装进了箱子里面 然后叫来了一辆出租车 运回了奶奶的家中 趁着奶奶睡觉时 像第一次作案时一样 把身体给处理掉了 结束之后 他还保留了一些部位 想要用年幼时父亲教给他的方式 用漂白水的药剂 来永久地保存这些东西 但是也许 是药水的比例没有调好 几天之后 他所保留的那些部位 开始腐烂了 之后呢 他就把它们给丢掉了 而对于这些 住在同一栋房子里面的奶奶 一无所知 当被问到 他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尸体时 多年后的杰弗里依旧表示 这让他 非常的着迷 当你杀了这些男人 在那一刻 因为你被困扰了吗 在那时 并非疾病 好像是 生气的力量 我没有没有关系 他们的需要 或什么 我只是完全控制了 两次相似的杀人经历 两次同样的处理尸体的过程 让杰弗里对于谋杀这件事情 更加的感兴趣了 他更加的肆无忌惮了 他开始疯狂的 寻找下一个受害者 之后的几个月当中 杰弗里用同样的方式 杀害了在酒吧里面 所认识的男孩 1988年4月23号 杰弗里企图杀害一个名字 叫罗纳德·弗兰尔斯的男性 这一次他没有成功 而且他几乎是暴露了 自己所有的行径 那天晚上 他带着罗纳德回到了奶奶家中 平时这个时候 奶奶基本上已经睡觉了 所以杰弗里他就可以 肆无忌惮地做他想做的事情 但是这一天 奶奶并没有入睡 他听到了杰弗里 和一个男人一起回来的声音 在杰弗里迷晕罗兰之后 奶奶敲响了杰弗里房间的门 杰弗里非常惊慌 他决定放弃这次行动 并且叫了一辆出租车 把罗纳德送去了医院 罗纳德在医院当中醒来之后 跟医护人员说 杰弗里侵犯了他 但是 由于他刚刚从昏迷当中醒过来 所以 他的话 并没有受到医护人员的重视 他们把这次事件 当作是一场 简单的家庭纠纷 1988年9月 杰弗里搬出了奶奶家 住进了位于 密尔沃基市 北24号大街808的一套公寓内 搬进公寓的当晚 杰弗里把一个男孩 邀请到了家中 男孩喝了几口 放了安眠药的饮料之后 趁自己身体不舒服 借机逃出了公寓 事后 男孩的父母带孩子去医院 医生帮他洗了胃 发现了类似安眠药的物质 医生立刻报了警 几天之后 杰弗里因为性骚扰被逮捕了 次年1月 他的罪名成立 但是 要到5月 才会宣布结果 在这之前 他都是处于假释状态 也就是说 1月到5月 这4个月里面 他依旧是可以自由活动的 假释之后 他又开始寻找新的作案目标 1989年3月25号 杰弗里再次作案 这一次的受害者 是一个名字叫 安东尼西尔斯的 24岁模特 作案的手法 都与前几次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是 这一次 他成功地用丙铜 保存了受害者的部位 把他们存放在 房间的储物柜里面 并且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1989年5月份 杰弗里性侵罪的判决 有了结果 他被判处 入狱监禁一年 五年缓刑 而令人讽刺的是 不到一年 杰弗里就被提前释放出狱了 出狱的理由 是被评估为 一个不会对社会构成威胁的人 出狱后的杰弗里 开始越来越疯狂地 释放自己的天性了 他好几次被人举报 却都逃脱了罪罚 那么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下期再说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每周我都会为大家 带来精彩的案件故事 最后 请大家保持警惕 保持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